师爷,咱上次国宴接待了朝鲜的二号人物 这次你说再揭秘一个国宴接待的一个朝鲜人物 我说这个人物,它是一号人物 哎呀,大家都知道是谁了吧 六十年代啊,我这个接待这个人物 我终身文化 它是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首相金城统治 为什么说金日成同志呢 我们这个关系跟金日成是同志家兄弟 这个关系非常紧密 他怎么来的呢,这次啊 他这次来是做专列来的 谁陪同的这样,当年 当年陪同是周恩来总理 金日成住的是华阴村国民馆的一栋 那时候华阴村是北方大厦的一个科 对,这是六十年代这个 这是北方大厦 周恩来总理是住的和平村宾馆 也是啊 因为那个我们在华阴村宾馆移动呢 还要升这个朝鲜的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这个旗帜 国旗 他们来之前呢,我们就开会研究 这个金日成同志都做什么菜 这个喝什么,这个提前这个预案都研究好 喝什么,对啊 喝的,喝的,哎呀 从茶就开始了,对啊 有讲究 那时候做这什么茶呢,叫锅巴茶 两种茶 锅巴茶,没听过 一个是锅巴茶,一个是大麦茶 要预备这两种茶 锅巴茶怎么做的去 锅巴茶吧,就把那个大鱼饭买完了之后啊 这个饭逃出来的锅的嘎巴,把它抢下来之后 再搁烤炉,再买烤的,红莓的,用这个,掰在壶里头,漆这个茶 他主要是健胃,喜欢喝这个 用的这个杯呢,就是想当年就这个杯 哎呀,今天咱用这个杯啊,也都有意义的 这是大大厦当年的杯啊 对啊 但是这个茶今天可不是这个茶 后期咱能不能分享啊,这样 可以,咱们可以做点这个锅巴茶 对啊,给大家看一看 当年呢,我们做的是啥呢 这个做的一个啥多狗肉 啊,想多方味 想多方味的 还有,我记得你 还有什么辣白菜 辣白菜 咱们分享了辣白菜 对啊 也这么分享了 这个辣白菜呢,就是做了辣白菜之后啊 这个精神还表扬了 啊,说他跟我们说话,跟不用翻译 他就是唠出这个壳吧 就是东北,东北地道的这个东北 这个辣白菜做的地道,比我们做的味道还好 高度在哪 给表扬了 中餐呢,你看我们做的啥呢 这个香醋鸭子 啊 配个鸭饼 啊 完了,葱锤面鸭 啊,也做的香醋鸭子 啊,香醋鸭子 我记您说,还有瓜条 瓜条大虾 瓜条大虾 这个瓜条大虾呢 就是我去接的 嗯,是空军的 呃,用这个飞机运到马甲沟这个机场 啊 接这个大虾的时候吧 就是大黑之后啊 那个大虾里头那个 还有那个海的小蟹子 还活着呢 活着呢 还有金钱鹿肉 当时呢,给他做了一个啥呢 这个沙坡甲鱼 为啥做这个呢 因为啊 这个金城铜长是中国铜 他知道黑胡椒铲这个东西 姜有啊 姜有,完了还能喝汤 还做了一道啥呢 这个清蒸白鱼 白鱼在冷水鱼当中 是呀 头啊 这个清汤鱼土 哎呀,这个高档吧 这个是高档,清汤鱼土 当时呢,就是研究这个菜的时候 就是,就是认为这个菜各吃 讲教,完了还够打死 很好味啊 香蕉火炸,美丽豆沙 哎 他俩是一盘吗 他俩是冰的 嗯 甜品是说的 所以甜品 因为啥呢 这个美丽豆沙呀 过去不叫美丽豆沙 叫高丽豆沙 嗯 所以说我们那天上的呢 就叫美丽豆沙香蕉果茶 这个咱们之间有分享啊 都有分享 咱们做过 对 打高 朝鲜打高 朝鲜打高 还做了一个叫啥呢 朝鲜大冷面 哎,对 对 我记得你还有一个罗伯斯饼 是吧 这个罗伯斯饼呢 这个当时呢 周恩来总理表扬了 这个跟北京那个罗伯斯饼做的 真是 还要好 还要好 这个做的也不错 哎 那个宴会啊 规模不是太大 再欢吹一栋的也就是三桌 陪同人员呢 都是过去跟金日成同志 在一起东北这个这个抗连的这些老同志 啊 包括陈雷了 这个 还有陈雷的这个夫人 都是抗连的跟金日成是这样 啊 比较熟悉 比较熟悉 这样的话呢 他们待这三天呢 呃 我们给他安排这啥呢 游览了 松花江 去松花江了 去松花江 坐的是这个北方大厦的游轮 叫北方号 你时间记得真清楚 叫北方号 叫北方号 就我记得啊 就是他 给这个开船的这个李师傅 啊 赠送了一个礼品 什么礼品 那礼品嘛 是封衣 啊 是那个年代的这个非常讲究的封衣 封衣 宋总之前 凡是参加这个接在金日成同志的这些工作人员 嗯 都一个每个人给发了四个苹果梨 苹果 啊 梨是吧 他是朝鲜的特产 啊 叫苹果梨 还给我一块沙鲜 还给我一块沙鲜 每人给一块这个沙鲜 啊 我把这个苹果梨啊拿回去之后跟我妈说呀 我说这可是当初纪念啊 这可是珍贵的这个礼品啊 啊 结果呢 隔来隔去啊 都软和了 没舍得吃 没舍得吃 当年的沙鲜呢 就给我大妹妹了 啊 这个女士的沙鲜 女士的沙鲜 所以说啊 接待金日成同志 这些个场面呢 这个经过呀 我终生了 记忧心啊 是的 完了有一天早晨呢 这个周恩来总理呢 就说 他说今天吃完早饭呢 我们去看看我们的大庆 啊 那个金日成同志说 你说的不对 什么意思 应该是看看咱们的大庆 啊 哎呀 那个说 关系很好 关系非常美 非常好 安排呢 让他做的是专列 专列去 去到的大庆 参观了大庆的油田 嗯 这个呢 他们在大庆没住宾馆 我们就在餐车上 您服务了 我一个 呃 宁卫馨老师傅一个 啊 还有一个叫张玉荣 啊 这就是老师傅 嗯 我们都在车上 这个做 准备他这个午餐 因为他这个 呃 早餐吃完了以后去 回来以后 没住宾馆 也没买宾馆吃 就在专列点吃 我记得那个六位心呢 这个这个在火车上 那谁也没动啊 是烧的是煤啊 哎呀 哎呀 那很艰苦 那家很艰苦 炒了菜也是 就是煤火 哎 炒成菜 把金城呢 就和周来总理 在专列车上 共进 午餐 午餐啊 哎呀 哎呀 把最珍贵的酒杯拿出来 哎 当年呢 周总理 陪这个金城 首相呢 他们喝酒的时候 就用了这个酒杯 哎呀 那这个酒杯太珍贵了 事业珍藏住了啊 哎 这个酒杯那是非常珍贵啊 这是白酒酒杯 白酒酒杯 当年的世纪中小的高教杯 对对对 增进了我们 宗朝两国人民的勇衣 哎 所以这个接待工作呢 相当的光荣 重要 相当的重要 我们今天呢 把这个接待国家元首的这个 这些工作和菜肴 哎 回忆起来 这个 讲出来 让大家呢 都能够在家里头 也能实现我们的国宴的水准 做好菜是吧 做好菜 那就学在老影机餐呗 那你就 你就看老影机 包括老影机那个辣白菜 对 我们都做了 对 很多菜都做了 而且这里的茶 这里的菜 嗯 我们还要陆续跟大家 分享 分享 是呀下一期咱们揭秘哪个 国宴这个接待这个 李总人 下一期 我将还讲一下 接待一个友好国家的领导 他是越南的 越南的 这个颖子皇吧 大家猜一下这个人是谁 来谁 好嘞 好嘞 宝宝 好嘞 是的 好